哈哈哈哈 OK 為什麼跟大家分享不比 因為謝謝弟兄姊妹 因為我剛上次來 是一個瓦邦 然後瓦邦回來我去美國 我發覺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說如果我要出國我需要什麼 護照 我如果沒有護照我過不了 我過不了 海關不會讓我進去 不管我從中國我從緬甸我從美國 我發覺到護照很重要 同樣對一個基督徒而言 對我們每一個人而言 我們也宣佈一本天國的護照 我們才會在神的國當中裡面 自由的運行 享受祂的福利 你們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見到那個國家裡面 你會發覺到很多東西 你可以買可以吃 當然你自己要一些錢 但是各位弟兄姊妹 你要享受祂的福利 你一定要有那個條件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你會發覺到每個基督徒同樣 當他成為基督徒之後 他必須要具備那些條件 他才能夠領受上帝的恩典 跟你的隔壁人說 我們要領受上帝的恩典 我們要領受上帝的恩典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當你要領受上帝的恩典 你要知道 上帝有祂的法則的 有這個法則 你要知道 你才能夠得到神 要給你的祝福 很多弟兄姊妹 雖然到教會 許很多人 雖然他自己覺得他是基督徒 生下來就是基督徒 但是各位 你生下來是基督徒 跟你是基督徒是不一樣的 我有個很好的朋友 現在也是很好 剛開始的時候 我在教會有一點服事 我在台北一個教會 然後呢 因為那個長輩 就叫我開過一個台語崇拜 在林生南路裡拜堂 我大概二十幾年前 那個朋友他是一個牙醫師 在基督徒 然後他就想要來幫我 那他幫我的時候 如果講到 他很有經驗 怎麼樣 還會講到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講了半天 那不好意思 我就想問問看看 他有沒有在補兆 我就問他說 欸 廖醫師 你重生了沒有 我問他 你重生了沒有 你重生了沒有 但我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說 我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 不對 不是要問你這些問題 我問你清楚重生了沒有 各位弟兄姊妹 你要領到那個護照 你才能夠享受那些恩典 對一個基督徒 什麼護照 才是我們領受 才能夠經歷神的恩典 就是重生 跟你跟別人說 我們要經歷神的生命 我們要經歷神的生命 如果你沒有經歷神的生命 你會發覺到 你現在都是知道而已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說 我告訴你美國什麼什麼很好吃 你只是知道而已 我如果告訴你美國 第一次你很好玩 不好意思 我們利保瑞 你跟他差一大錢 我們買了一個coupon 然後去利保瑞 哇 差很多 單單那個有的東西 那你要享受那個護照 就是要那個passport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去問那個弟兄 這個弟兄講了 他後來你知道嗎 我問到後面 他可能被我煩了 就拍桌子 就拍我桌子 拍我桌子 拍我桌子 我在家裡那麼久了 你怎麼跟我講這麼一堆 後來你知道嗎 我就沒跟他聯絡 我打電話打了三次給他 他都不回我電話 可能他生氣了啦 不好意思 一個禮拜過了 他沒出現 再過一個禮拜之前 他就能打電話給我 他說 欸 謝老師 我告訴你 我真的重生 我就想聽這個 為什麼你知道嗎 如果我知道一個人 他在教會裡面 參加一些教會的活動 他來聽上帝的話語 他來服侍神 他卻沒有那個護照 不好意思 你都是非法移民 你都是非法移民 各位弟兄姊妹 你要真的贏到上帝的恩典 你就要經歷神的恩典 經歷神的生命 再跟你的隔壁人說 我們需要重生 我們需要重生 如果你知道重生的生命 你也確定上帝的生命 在你的裡面 我告訴各位 這一篇 今天跟你分享的短短三十分鐘 對你應該是很大的幫助 我拋上了 藉著這個五比二比 來了解 什麼是天國的生命 每個基督徒 都要有個生命樣子的 你看我們 那個威廉長 他就是有那個樣子 你看 他就是有這個樣子 每個都不一樣 你會發覺到 即使我們 你做神的恩典 我們活出來的樣式 都不一樣 因為神給我們的 絕對不可能 複製另外一個 所以你在神的眼光 不僅是特別 神用你一定有 極特別的計畫在進行 你只要認識神 我再說 你在神的計畫當中裡面 那個計畫就開始展開了 好像一個很大的project 要在你的生命當中裡面 來做成那樣子 所以包括這個小朋友 你可能看他是小朋友 可是你知道嗎 在過五年之後 還有人做一些事情 像我女兒 我從來 我從來沒有想到 他會吹長笛啊 我從來沒有想到 我在想他應該會 不是打鼓 就是打麻辣 不然就唱歌 不然就彈鋼琴 我從來沒有想到學長笛 我就結果 你知道他昨天在台北 開那個長笛 演唱會 然後你知道 哇那是我女兒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心裡非常非常的激動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我女兒 神在他生命當中 也有個計畫要來進行 跟你隔壁人說 你從生了 就要經歷神 在你生命當中的計畫 為什麼講那麼長 現在你們才會專心啊 講太短的話 你們一下子都忘記了 所以各位丟姐妹 那個計畫從哪裡開始呢 從五筆二語 我們剛剛讀到那個神經裡面 當天書開始 慢慢推到跨魚的時候 很多人就跟著他 因為他行了非常多的神機 而且不僅讓病人得醫治 不僅讓很多工作顯靈在當中裡面 那些連窮人都很想跟隨他啊 跟隨他 所以各位 這件事情 我胖後也能夠給他思想 下一張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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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剛剛讀到聖經解了 五筆二語的結果剩下幾個欄 幾欄 十二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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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各位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那天 假如我是耶穌 來 你是門徒 又跑來告訴我說 耶穌啊大家 沒辦法吃了 要不要加他們回去 結果耶穌說 你給他們吃 你會討論過這些嗎 沒有 五千個 真的 為什麼 人就五千個 南丁龍 女孩子加一萬多個 小孩子加一萬多個人 所以呢 當門徒聽到這個時候 他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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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趕快 好 不夠 不夠 不夠有沒有 我更比兩條 小朋友的飯量 這個小朋友的飯量 結果他不夠怎麼辦呢 哇 剛才那個小朋友 就把那個物品拿給他說 啊我有 拿給他 他沒想那麼多 沒有 我想他應該沒想那麼多啦 因為那麼多人 他怎麼想那麼多 小孩子大概想到自己的肚子而已 所以不會想到 比較難想到別人 所以各位 不請小孩子做動作給他 如果我們是跟隨耶穌的人 我們拿這個東西 夠不夠 你知識他夠不夠 不夠 非常不夠 不是非常夠 是根本不可能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欸是不是嘛 是 我會打微笑 這樣你們才不會打個睡覺 我講30分鐘 你們要睡覺很難 但是各位 如果 這個不夠 會記載在聖經裡面 一定有他很重要的意義 他也不是個故事啊 我這樣說好了 我這樣撥平 我想請問耶穌別人 撥平 好我把餅撥開來 拿一半給你 撥一半給你 撥一半 來傳給你一個餅 開始傳 這邊傳在這邊吃好不好 拿一下 拿一下餅 他拿給你了 好來 餅再撥一個給你 撥一個餅 對不對 我撥了餅 一半一半給你 欸你們傳啊 傳啊 直接傳啊 繼續傳啊 繼續吃 繼續吃 你們繼續吃 為什麼 奇怪 我想前面的人做這些動作 後面的人知不知道 我告訴各位喔 後面的人都是常常吃三個公 前面這些人 可是耶穌一直撥 一直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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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比大會魔術還厲害 我這是Las Vegas 看一個年輕人 在店上別人 那魔術我告訴各位 這種魔術變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是真實的 但是你過得了老大妹 過不了 然後你就在這個波的當中裡面 應該吸一個口口菜 這是什麼東西啊 吃完了 我吃完了 還有 還有 我告訴各位 那近一萬多個人在經歷一個非常奇妙的事情 本來是不可能 現在 我告訴各位喔 等一下講過 最後我要講一個我個人的見證 我真的發覺到 很多超自然的事情都常常發生在基督的身上 不夠怎麼辦 當然要找出問題出來 為什麼 能夠讓五千人死亡 下一張 我發覺到 我雖然不知道 他是怎麼做的 但是我知道結果 分享就會帶來祝福 跟你跟別人說 分享就會帶來祝福 分享就會帶來祝福 各位給我準備 你如果發覺到整本聖經的真理 就是分享 私底之後更為 有福 親愛的各位姐妹 你進到神的國裡面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練習 就是 私比手動力 這個跟我們社會上交的一不一樣 社會都是得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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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滿足我 有沒有 是不是 你去餐廳 你只要被滿足 你口袋錢都掏出來了 有沒有 你只要被關心 你在各位的房子 你都滿足了 因為他滿足你 可是各位 在結果當中裡面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各位給我姐妹 這也是我信徒這四十多年 我所經歷的 就是分享 我剛信念書的時候 我發覺到 我不知道 我從什麼開始 我從傳福音分享 我分享福音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讓人得著福音 就是得著神在我們裡面的獎賞 這是一個獎賞 這個獎賞 從什麼呢 從分享開始 當你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別人是這樣就要不要幫助 我們也營受 上帝給我們的祝福 這樣就是 夢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幫助別人 神祝福我們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當然好 所以各位 分享對個基督徒而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因為師弟說 各位 你當然拿到了 你是要感謝神 你得到是要給 但是你如果給 就表示你有能力 給也表示你能夠神 在你身邊當中有恩典 你不要說給就是錢 No 可不可以給愛心 可不可以給關心 可不可以給一下個微笑 我這次去美國第一站 我去到一個教會 那個牧師很有意思 大概他是我們盤石樂團 第一個讀神學院 到目前為止 北省的那個教務長 他問我說我們服事怎麼樣 我跟他講一件事說 盤石樂團到現在三十多年 出了三十個牧師 可以做一個牧區的 各位 有一個教會的負責人 我就不曉得不能講名字 他問我說 你們到底能做什麼 我說 因為他教會在推門訓 我說最好的門訓 就是讓我們的童公 敬禮神 我就跟他說 他說不要訓人 我的訓練就是讓他敬禮神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一敬禮神 你一敬禮神 我一敬禮神 請告訴我 你會不會分享 一定會的 我看你怎麼沒什麼成功 沒有 沒有 為什麼呢 你如果經歷神 你嘗過主文之後 你會不會跟別人分享 一定會的 我有一個學生信領 他是一個做筆的 做筆的 他一認識神 他沒認識錢 吃喝表肚 吃喝表肚 再加一本福音小冊 他把他的工作 當成是次要的 傳批當中是主要的 我認識一個非常 在國泰人 我講給他福業好了 他的福業裡面 做了成績百萬元 做武士非常非常優秀的人 他站在他們林口那個什麼長根的 不是 在林口體育場 在他們的公司裡面 幾萬個人 他上去演講 演講什麼 他為什麼成功 因為他認識耶穌 欸 做經理聽一下 會不會這樣 那是真的 他如果沒有認識耶穌 他怎麼可能從個西徒的人 成為一個可以幫助別人的人 他告訴我說 他一年僑兩千萬歲 一年僑兩千萬歲 他親口講的 不是我講的 各位基隆姐妹 他說他的職業就是傳扶 他用你給 神就祝福他 而且這十幾年 現在服務業 服務業 收藉業 六千萬 欸 要得到 你如果 今天就上帝 對你經歷上帝的恩典 各位弟兄姊妹 你知道這個弟兄怎麼樣嗎 他以前西徒 他那個時候西徒 借主都是陳希惠 送去蘭嶺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還沒有陳希惠 他去去蘭嶺 把他關起來 爸爸把他關在那邊 就這樣把土戒掉 他因為會音樂 所以在那邊交小朋友 交到後面 我認識他 就帶他一點服飾 我告訴各位 他不會做生意 他每做生意 每場 後來在做服務業 做那個保壽險業 各位 你知道他跟他太太 人家那 氣氣很差的時候 他一直在招人 一直在招人 招到一個程度 各位弟兄姊妹 那個 從走路看出 為什麼那個部門那樣子 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各位弟兄姊妹 頭對了 為了 身體就跟著走 你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各位 你的生命冤頭 如果接在神當中裡面 我告訴各位 這個法則 你一定要學 跟我說 師比說 各位有福 師比說 各位有福 你千萬不要 只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 你看你自己 我告訴你 你的困難就越來越大 你如果看神 你的問題 神越看越大 你的問題就越來越小 我發現到 我們很多基督主 常常把問題擴大 擴大 擴大大的程度 看不到上帝的恩典 好像無問題 要遮在天 書遮在我們的下面 啊 太陽在哪裡 各位 你就看 看什麼 用心之類的光看 神給你的祝福 絕對超過你所面臨的 前段時間 有個姐妹跑來找我 她說 我為什麼遇到家裡 遇到那麼多問題 我就跟她說 如果這個困難在你身上 神覺得你淡淡的情 她一定會給你學功課 如果覺得神不讓我這樣說 神如果覺得你學夠了 她一定把這個困難拿走 我再講一次 我怕給你們聽不清楚 如果神覺得你這個功課還沒有學夠 或是你從這個困難當中 你們還沒學習到神給你的恩典 神給你的祝福之前 她不會把這個困難拿走 但是如果神說 孩子你這個困難夠了 我要給你學另外一個功課 給你另外一個學習 我告訴各位 你連禱告都不用禱告 神就把困難拿走 然後給你一個新的功課 Amen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當我們願意學順福神的時候 願意這樣操練 師筆做更為有福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 神真的要開始賜給你 跟你個別人說 讓我們找到賜福的要求 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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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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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路上 扯在弟兄姊妹還湊個臉 恩恩 阿你阿 而且微笑 假的 真的從內心裡面發出 從心裡面 那個對那個人的在許接納 你試試看 有時候電話拿起來 打電話給他 我剛才講到那個美聞的弟兄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大概十多年前沒看到他 十多年前那個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 因為他在美國的交流很大 這樣三五百個人在大陸 我就突然用感動打電話 像你們打到幫幫幫 打電話而已 我就打電話給他 打過去電話居然沒有給我 然後聽到我的聲音說 欸 你是哄我的 是啊 欸 我不能講名字了 我因為他裡面證求他要同意 然後各位 他就突然沒審命 三分鐘過了 美國電話咧 喔 打到那個時候 又沒有什麼節省 我說欸 就沒有你 不要不要 葉牧師你怎麼啦 我就跟他說結果你知道嗎 哭啦 就哭啦 不哭還好 哭了我大概大概三十分鐘 那一個月我講了八千多萬的電話會 但是各位喔 我才知道 我那個感動你知道 我就找找找找找 因為很久沒跟他聯絡十幾年 找他電話給他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接起來的時候 我才知道一件事 喔 他遇到他人生裡面很大的困難 他的胎兒根本cancer 三個小孩 一個四歲 一個三歲 一個一歲 一個一歲 的tension 我到一年就被主接種了 我在一天到這個時候 當然我後來就去美國陪他看 差不多半個月跟他在一起 但是各位朋友姐妹 我在發覺到一件事情 我如果算我要多少錢 我如果算是我要花多少時間 我告訴各位我絕對不可能去 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如果真的這樣算的話 我一百件事情九十九件沒辦法做 另外一件考慮裝 因為我發覺到屏幕下 都跟自己有不一樣的 我告訴各位 如果你這樣講 你已經離神在你生命當中的祝福越來越遠 你應該用另外一個方式 你在別人身上的需要看見我們的責任 華語崇拜其實人不用怕財 真的不怕財 怕一種 我們生命當中常常是看自己 不願意看別人 如果我們當中願意每個人都關係一個人 我跟你保證不到三年 我們花一部一定比太多人多 花一部快兩百多年 小意思啊 誰小意思啊 真的小意思 誰是誰帶我們 我看我的房子嗎 我真的 我是真的做過 我不是沒做過 我真的做過 我本來台東用一個小小的教會 我一年裡面就有快三十個家庭 頂開始 我在台北有個教會在大職 在大職 教授雨神通的教會 在一到一年裡面 我已經當阿仲 我淡了信義書那本 淡了信義書那本 淡了信義書我當阿仲 樹林的阿仲 各位弟兄姐妹 你願意關心別人 你等著看 神一定把制服給你 你說我花那麼多時間去打電話關心別人 去打關心別人 去怎麼樣去怎麼樣去 我好像要聊幾個聊天 做個老婆 有沒有這樣子 我告訴各位 那是標準人的想法 你如果知道你所做的工作 在神的國當中裡面是被紀念的 你就是被人家罵 你就是被誤會 我告訴各位 你在神面前領受的假想是大感 我服侍三十多年 我發覺到一件事 我沒有美感 願意給 把你的微笑給出去 把你的時間給出去 各位你知道嗎 我兩種的最我常常關心 一個 我為什麼那麼多人願意出來服侍 因為我關心那些需要想服侍的人 我關心另外一種叫音樂的人 因為我本身是音樂的背景 我關心音樂的人 這三十多年 你現在知道所有的音樂機構 都跟我有點關係 都跟我有點關係 我舉個例子 也許最早帶屁的 全部都是我的頭部 在你的知全裡面 所有的 很多人是很熟 熟到你們都不知道多少 不要說我磐死了 反正磐死在台灣沒什麼 沒什麼你知道 但是各位 我不是問題要為我自己建立王國 我們是要在神的身上 建立祂所喜悅的事 Amen 所以你不需要太了知到我 但是各位 如果神要藉著你來祝福別人 我告訴你願意這樣做 民要你受神的祝福 下一章 不僅分享會帶來祝福 祝福會帶來上帝的工作 我為什麼講說我們教會如果真的願意去照這個來做 你真的不用等三年 我跟你保證 為什麼 因為當他被高舉的時候 他就吸引多少人來到他面前 多少人 當耶穌被高舉的時候 他吸引多少人來到他面前 萬人 萬人 我們現在幾人 差十萬人 差十萬人 萬人 各位 你說不可能嗎 我一個教會有一個同工 他以前是幫我們弄影響的 像我們偉章弟兄一樣 我不是說你幫我弄影響的 因為我看到他頭髮改變了 變得比較有一點分量 而且看他瘦瘦 長得帥帥的 現在還是很帥 但是各位弟兄姊妹 你知道嗎 那個弟兄他本來在我們 我在東區 我在錄到那邊唱歌 在那邊唱歌 帶樂短在那邊唱歌 到底說唱歌這種事情都是街頭藝人啊 各位弟兄姊妹 我中緣的學生居然在錄影響看到我 跟弟弟姊姊姊 我說老師 他們說老師好久不見 你好嗎 那個好嗎 後面還打了三個問號 後來我當然沒唱 我就問 欸 我說怎麼樣 你在那邊逛啊 我來逛街 老師 你現在沒有教書了 我說我沒有教書了 他的意思是說 我怎麼淪落到在那邊唱歌 我聽我說沒有 我就跟在傳福音 你看我唱了十歌 他說啊 原來是基督徒 我也是耶 結果也是 我認識他 我教過他兩年 但是各位弟兄姊妹 當我站在那裡的時候 我只在想說 這工作沒什麼能吸捏書嘛 也沒什麼改變到來來回回 可是你知道有個東區教會 後來就叫豐縮教會 我們在藏道開始決定要做教會 我們就在借那個語靈書房在那邊辦 150人 第一次機會 就在那個教會入管中的人 然後那個錄音響這個人呢 他因為發覺到這個工作可以吸引大量的人 他就華省畢業之後 他是張文匯背景的 他去華省畢業之後 他照跟 他說我回高雄去開拓交配 他有個客戶 他表話是這樣子的 說紅門口要噴 他比我大一點點 他說我不會搬一條 他跟他太太聊了 就負責這些東西 推啊 把東西搬到那邊推 推上來這個架設完了之後 我們服飾完了 把所有時候都帶回去 做了三年 我想他回去高雄好吧 開拓我就去幫助他 我完全沒有想到說 我們會花多少錢 事實上真的要花很多錢 為什麼呢 因為失比受 怎麼樣 各位有福 我下去三次 各位你知道嗎 台上樂團的人比台下人還多 還有兩個是Homeless 在外面拉的 他們家人 他們家人 他們家的樂母 家 家小 他幾個小朋友 他家人的Homeless 我們台上人比他們還多 我去了三年 他說他代堂的錢沒有了 怎麼辦 因為我為他祷告 我就說很簡單 那我搬片米點 搬去拉巴爹 1994年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就後來邀讚美之泉來台灣 讚美之泉裡面剛開始有幾個是我 那個時候的巡神 我在美國三個巡神 他們還在讚美之泉 另外一個密集 這個是密集 要他們自己講 不能回家嗎 各位你知道嗎 我就介紹他去他的教會 為什麼大教會權貴不要 大教會那個時候流行 Laurence Quang的小組教會 所以他們做這個不要 台北很多大教會不要 總會不要 總會繼續來跟我說 十七歲的小孩是可以衝傷 十七歲的年輕人能夠做什麼 我跟那個某某 我就不能講音質了 這個太明瞭 你們就追溯得到 我就跟那個某某人說 我說十七歲的小孩子 可以把他翻過來 我印象非常深刻 當然那位長輩他聽也聽也 但是各位 事實上正面 你知道我不知道排哪裡嗎 第一站是大甲長老教會 沒多少人 因為我常常在大甲步道 我想這邊連結去大甲 第二站跑去新港 新港 借了一個活動中心 也沒什麼人 第三站去台中民主路教會 我想大概也沒什麼人 不好意思 人多到做到民主路外面 那個牧師嚇到說 我們總會的年輕人加起來大概 不是 總會的年輕人加起來 加起來大概就這麼多了 那一天大家喊到沒聲音 從那一天開始每一站跑多 人都爆滿 到了那個我講的那個教會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個教會他叫做大使命 大使命教會 沒什麼人啊 沒只只小毛 三四十個人 辦了那個聚會 起滿的年輕人擠到馬路上去 各位弟兄姊妹 那一天我發覺那個窩師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就收奉獻 收完奉獻 他們三十塊 欸 教會沒什麼錢 收三十塊算多了喔 印象不深 我印象很多他就問我說 他叫我憲哥 我叫到黃哥 都是哥來哥去嘛 然後我就說 黃哥你中國你禱告 你看看要我給他們 還是你給他們一部分的資質 我就看著那個時候那個牧師 就把錢拿起來說就安靜禱告 然後就請那個洪奇明 那個時候詞美詩學是洪奇明 不是宗志廷 就請他過來 屍體說更為有福 變祝福的意思 然後全部的錢給他 哇 他拿到那裡錢很多欸 我印象裡面詞美詩學那個服事 那一年那是我看到最多的 拿到之後你知道嗎 他說怎麼 哇 本來要後線回去 那個牧師說 沒有 這下我給你們 結果各位弟兄姊妹 我做了一個禱告我非常地恩信主 說主啊 因為他們所做的 你家庭還給他們 我告訴各位怎麼還 繁華 繁 怎麼天換啊 田 環 方式 法 我也不是很繁華 你知道嗎 他們教會從那個時候連續十年被證 四十幾個 八十幾個 一百六十個 三百二十個 七百四十個 一千四百四十個 到兩塊三千 三千個 高雄最大的教會 我去他們教會 他們年輕人震動 是我在台灣 你現在知道的教會 我都沒有看過那種年輕人 那種熱情人敬拜的樣子 各位弟兄姊妹 以前的人都很像那大河頭木屋 沒有人敢想他 為什麼 他一個看起來 我不是說不是不是 但是各位 在倫如堪南 挑戰我怎麼有的人 就成為一個大法使用的人 故事還沒有完 他後來蓋了一個教會 破產了 因為一個月要五百萬 都是年輕人敷不起來 整個破產了 四年的時間 非常沮喪 以為完了 很多人說他完了啦 因為第一個 他沒什麼條件 他沒什麼支付 他還沒什麼分錢 垮掉就垮掉 連房子都沒有了 不好意思 前段時間他而且告訴我 他們在高雄蓋一個非常大的教會 我在想很快就會比武昌人多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一個假的教會 其實他的優姐妹 教會不會再大不再小 再願不願意回應神 如果我們有三十個人 我們都願意回應神 我們有幾個都願意回應神 你等著看神是不是伺服你 為什麼我們進不到神的恩典 你用你的法則 在運作神的事 你當然沒辦法看見神的工作 你壓碼都全部放掉 讓神自己來管理你的人生 不然的話你就自己過你自己的日子 不要腳踏在兩艘船 你站在神的恩典 也站在世界當中裡面 你累了啦 因為闖一負貪就完了 你就聽錯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讓你的生命一邊站在神的恩典 一邊站在世界裡面來認知神 因為這樣不夠準 怎麼樣呢 為什麼今天會帶來祝福 因為你如果願意造神給你的分布做給 我再說一件事情 你不要只看到你的需要 你看到你的需要 那不是神要你看的 神要讓你看見神的需要 你如果願意回應神 你會看到神的工作 我為什麼這次感觸很深 我為什麼這次感觸很深 因為當我沒有分享的時候 神一定會工作的 你是關心別人 你等著看好了 你關心一百個九十九個失敗 那個人就是你的果子 有人說傳批評好累喔 多失敗 我告訴各位 我只要想到我能不能帶上 百分之三個人信義書 一百多三個人 我就沒有看到九十七個失敗 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聽得懂 我如果服侍神看到九十七個失敗 沒有看到三個靈魂認識神 我告訴你我做不下去了 我做不下去了 因為我要被拒絕九十七次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我再講一件事情 你如果回應神 那三個人會在你的身邊當中 大概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祝福 我再講一件事情 你不經歷神是你的損失 如果你認識神 為什麼政府會帶來神的工作呢 我不是前一段時間去瓦巴嗎 我講幾個見證給大家聽 你知道我們去的時候 教會我用收到兩位 我有帶一封信收據來給大家 那當然如果有人無濟民的我沒辦法開 有濟民的我全部都有開 那各位弟兄弟我帶著弟兄姐妹的祝福 我們去到那裡 我們本來是不夠的 因為預計要二十萬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嗎 我們不僅讓七八十個人來參加的都有飯吃 而且神又非常奇妙的 讓我們看見祂是一媽一聖一夜晚一樂的神 為什麼你知道嗎 就有人就感動這個人 就奉獻這一餐 有些人感動這個人奉獻那一餐 有個人就做那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發現到車子來N點牌的 車子去N點牌的 我本來算過一兩千要多少多少錢 都是N點牌的 其他的對我姐妹 你說這個東西在你看的很頻繁嗎 你慢慢細數 原來神工作就是讓你覺得很簡單的 不是很自殺的 所以各位我們帶七的錢大四萬多塊而已 我們居然夠讓八十個人住了十天 所有的經費 而且八個飛機這樣加起來 八個人坐飛機喔 你知道嗎 你花花錢錢 你花花錢錢 我們都居然夠 我們居然夠 我們居然夠 我回來說感謝祖 我口袋光也沒錢了 但是我沒有欠錢 這是人點 我這次去我萬萬沒有想到 我會碰到瓦邦的最高的總理 我才去三年 以前在台灣有拆會 在瓦邦做了十五年 看不到他們的領袖 而且做很大 做了一個兩千多個人的所謂的國小 全部都是孤兒 兩千多都是孤兒 所以像這種 如果要訓練他們 如果要讓他們家裡面 不要東摸摸西摸摸 趕快送去就知道了 我在八七月八月 我們會有青少年浮飲 各位弟兄姊妹 你知道我為什麼找青少年去嗎 青少年一去 你跟我差不多 你過得那麼深 一天吃兩餐 一餐那個菜 是很鹹很鹹的 不是 湯很鹹很鹹的 玉米湯 菜很辣很辣的 我告訴各位 沒人吃的下 八塊我在內 可是你知道嗎 我去那邊兩個月下來 我懂得非常多的感恩 為什麼 我看到他們每次吃飯的樣子 天啊 我每次舔一碗飯 那個小孩子很聰明的 那個我飯舔得滿滿的 我說你們還有愛心 他們為什麼舔一半 可能他們比較謙虛 我後來錯了 為什麼呢 一碗飯我還沒吃完 他們就舔第二碗飯 我一碗飯我一碗飯 所以我每次都餓 我兩個月就舟八公斤下來 才吃兩餐 所以各位聽說前面 我去那邊也不用什麼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我說舟八公斤的 人家他們說 一公斤一萬塊 我賺八萬塊回來 萬事是不是這樣笑一的 更重要的你知道 那是今天本來帶化妝品 喔 大家學到漂亮的對不對 沒辦法 為什麼 從住的地方跑去吃飯 要走半個小時的路 走三路咧 那個太陽又大 你臉會不會花掉 會啊 你知道老師他吃完飯 去辦公室 去在課堂裡面 從課堂要走去吃飯的地方 你還要走十來分鐘 臉都花掉了 因為太熱了 學生就這樣 張藝也就不看 就這樣看 那什麼回事 你們怎麼這樣看 那故意 你女朋友 那個臉妝都花掉了 那個姊妹就不化妝了 為什麼不化妝呢 因為她每次這樣走走走 走到後面臉都紅了 紅嫩啦 紅嫩啦 所以各位 化妝品也不用 你看人家這樣 本來洗得很不錯 這樣就紅紅 這樣就多漂亮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就不擦化妝品了 本來帶 整兩箱衣服 去到那邊穿 兩件牛仔褲 從頭穿到尾 穿兩個月 為什麼呢 今天穿這件 換下來 放這樣早 早上喜歡掛著 笑得很乾了 反正就收起來了 然後換就是這樣子 所以兩套衣服就好了 兩套衣服就好了 衣服又戴得很少 又不用化妝 吃得又簡單 各位啊 每個長得很健康 你知道嗎 有時候還有家 我進補 做案是手來給你補 那麼那個手就給你綁起來 為什麼呢 把那個毒藥拔掉 然後身體綁著當寵物 牽在馬路上 這樣走 嚇到死 老師嚇死了 他們都牽完了 累了 整個差不多了 然後就自己弄波子 然後就把那個 咚咚咚咚咚 然後就斷 然後斷掉完了給你 說老師 這個是我們的好吃的東西 什麼東西 想是端給我們的 我們也吃吧 吃完才知道是蛇肉 蛇湯 但是各位啊 很好吃啊 好吃 對 真的好吃 會吃過的好吃 可是你知道總是會覺得額額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要去 去到那裡之前 我從來沒想到 居然那個總理招建 那個總理是誰呢 就是把金三角昆沙打敗的那個總理 包有翔 我去看他 他親口告訴我 他說 建在十幾年 娃娃沒有戰勝 因為我把昆沙打下來 所以現在金三角沒有種毒品了 種什麼 亂種 因為沒有人教他們種東西 所以那裡的百姓非常的窮 他告訴我 完之後我就跟他打槓 我說主要 這個落後的國家需要什麼 他不只只有錢而已 搞不好他們的環境 那個小學 我在講那個小朋友 在大棋裡有120個國威院 家宅把孩子生下來之後 最後的出路 就把孩子收到國威院去 因為國威院還有飯吃 所以你看很窮 你知道傳道人一個月多少錢 傳道人 莫書啊 350塊人民幣 各位觀眾姐妹 那個領導招數 我想說我審給我的印證 我就打電話找了陸家 陸家就是陸家那個醫療 結果我找到另外一個人 他跟我說他是亞裔菜專櫃 他說他們願意去 原來在30年前他們就去了 後來因為戰爭的一個人就沒去 他們願意再進去 我發覺他審真的開啟醫療的人 我這去美國也找了幾個醫生 有機會進到那個地方去服務他們 各位你知道嗎 我其實把來放 因為時間不夠 我快到了 有三個醫院 不好意思 只有一個醫生 那個醫生還從中國去的 還不定期去 你就知道那幾萬 他們給我大概三四萬個人 醫療系統是這樣子 你想他們怎麼樣 我們幸福幸福 把小孩子送過去 你等著看他 他回來了乖乖的 為什麼 他吃東西他不會鹹 就只有鹹這個辣 為什麼 我告訴你沒得鹹 你跟他們相處在一起 他們在那邊感恩的時候 你看著心都碎了 所以我們暑假會有個青少年床 你如果大專生高中生 國中生可以出國 歡迎你跟我們走 現在已經有八個人抱你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看起來是皮皮的 不大乖的 送去 真的 真是笑 7月28到8月5日 要看到公開不要去 看下一個有需要的 但是不好意思要自費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budget 一個人這麼三萬塊 都飛機 包括十足 但是各位弟兄姊妹 重點當去的時候 你知道嗎 有一個政府的卡人 他說知道我去 我的孩子跟你去 國中生啊 問他現在正在戀愛 你不要讓他送他去看看 戀愛 我告訴各位 他們每個小孩子 面對生離死別 比你想上得多 真的比你想上得多 每個都找不熟 所以那個小孩坐在那邊 你知道嗎 那個小朋友這麼小的 幫我就哭了 他們長那麼大沒有幫過他們 你知道兩個是怎麼樣 親愛的朋友姊妹 你願意給神就讓你看到工作 所以你知道嗎 我這樣子看到總理 哇神給我很大的祝福 為什麼呢 因為我把這個學期 帶一道許許多多小孩 更重要你知道嗎 我說我從我幫他們去掉 到了坐飛機不算 開車開五六個盒 就是你花冬 你要繞去再繞回來這麼遠 就要那麼五六個小時 開車就開車這樣子 很累的 你知道嗎 我開始禱告 我說怎麼辦 每次這樣我也50歲了 我真糟糕你知道嗎 晚上五七八點 有時候坐到隔天 因為司機又開錯路了 到的時候東西早上了 所以累死了 但是各位弟兄姊妹 神真的很恩待我們要離開之前 居然告訴我 離幫康三個小時的 五月又蓋了一個新的機場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覺得神真的很愛我們 我們為什麼會看見神的工作 是因為我們服事神 我真的跟大家講 我這次去還遇到一個小女生 像這麼小的愛玄店 上次去她留屋子 留待一個小時 那個用點燙來可以這樣 這次去居然告訴我她好了 沒有治療 嘿醫生去 大家都說對身刮 你知道嗎 醫生去 為什麼醫生去 奇怪了 沒有醫生的時候 耶穌是哪個醫生 但是醫生去還是學到 因為有很多人不認識神 藉著醫生拔癢就拔癢 要不要信耶穌 不錯 那不行就拔錯癢 所以開玩笑 為什麼把結尾破久 不會帶那麼多的信醫師 我相信有原因的 你要死癢嗎 我要死癢嗎 不好意思 你要死癢嗎 要死癢嗎 好 大家也死 早到晚了 不然要死 所以把結尾破久了 所以牙醫不錯了 但是各位朋友姐妹 教主 爸爸主 你願意經歷神 什麼叫神機 我們張浪會比較可惜 我不敢講神機 我去北神 我這個做起訴 我不要再講 不好意思 你知道我北神 一個教授告訴我說 我們現在神去 我們會講神機 我說為什麼不講神機 他跟我講一些理由 那除非你否定成本神機 我覺得遺憾是 其實這個叫神機 神工作的痕跡叫神機 請告訴我 我沒有神機 你沒有認識耶穌 到信耶穌 這是最大的神機 你脾氣可能很暴躁 你現在可以問我 這是神機 你以前很懶散 你以前很容易掉到悲觀 你現在可以靠我可以藏洗 這叫神機 神在你身邊當作工作 怎麼會沒神機 天啊 你不會說神機 教會講什麼 講愛 我告訴你 要付錢啊 因為神有工作 愛你才真實 阿美 可以窮子幫助 我們下一站 趕快要結束了 我們要得到眾生的生活 如果你要這個護照 你也被照神的話 你一定會得到救福 很多人做這個 有錢的善能力 很有錢 可是很窮 我要鼓勵你們 在你的生活當中 你們經歷神的豐盛 因為你這樣行 你經歷神的工作 你有回應神的作為 我更保證 你一定要活在豐富當中 你可能生活條件不是那麼好 你可能還要趕快要吃這個店 吃那個店 找便宜的店 但是並不代表你的人生不豐富嗎 我們以為 哇 吃大的 吃好的 叫做豐富 不 其實這是世界上的觀念 我甚至很多非常非常有錢的人 他們吃東西比你跟我都還簡單 真的很簡單 加兩半 兩個小菜 你很難想像 他有三個會計事務所 幫他管他的菜場 兩個小菜 他就是他們下床的 我要紅香米 我要吃了 去新店裡 美人在百十年 來獲勝 就這樣祷告 我在想說 哇 這麼有錢的人 就是這麼謙卑 為什麼 他裡面整個是豐富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不要被世界引誘去 結果變得怎麼樣 我們學別人 而且學不好的 也不是 讓我們回到神的話 你當中裡面 求去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低頭祷告 親愛的主 我們要謝謝你 因為你愛我們 永福教會的弟兄姐妹 所以主耶穌不管是 華語崇拜 不管我們剛開始的華語崇拜 主耶穌讓我們看到的 不是多跟少 不是數字 而是我們有多少 我們生命當中裡面 有沒有你的生命 我們生命裡面 有沒有帶出生命出來 主啊 若是有 我相信我們人 就會像 你被高舉的時候 就吸引許許多人 來到你面前那樣的廣景 主啊 若是我們沒有 請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不再拿著護照 卻不願意進到 你的國度裡面當中 主啊 我們願意成為 一個寵生的基督徒 我們願意照著你的化行 讓我們華語崇拜 不僅能夠在當中裡面 做一個給的教會 我們做一個給的華語崇拜 主耶穌 讓許許多人 進到這裡的人 都能夠感受到你的愛 感受到你的生命 也感受到你在當中 裡面要做得夠 謝謝耶穌 請你給我們的長子 給我們的牧師 也給我們需要的傳道人 報告 主啊 我相信 這也不是傳道人的問題 其實我們願意的話 就算沒有傳道人 我們依然可以回應你的工作 依然服侍 請你來幫助我們的眾同工 讓我們能夠 回到你的話語當中裡面 來經歷你 來回應你的愛 願意自己做成 也讓我們未來一個禮拜 看見你豐盛的恩典同在 我靠耶穌基督的禮拜 天善 請再回一時 好 我們來唱這個歌 這首歌 這個是 我沒有打 好 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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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这个蔡前我就是让我们在 我相信我们今天都有收到老神给予我们的一个讯息 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去世天下万民 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让我们能够像我们的 不管在职场上或是在我们的亲戚当中 勇敢地去传奖 传奖十字架上的福音 这都是些东西的 十字架上的富贵 辖州总统 辖州最后的武藝 辖州最后的艺碍 辖州最后的贬任 辖州最后的负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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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带离我 若愿献上 全人全心 回忆你的鼓掌 情怀前我 主带离我 若愿献上 全人全心 回忆你的鼓掌